昨天深夜在台北市街頭 一場鬥毆還見血了 透過直播很多人都看見 就是網紅超哥 他招待直播主Toys 到自家餐廳吃飯 卻被嫌棄不好吃 結果整個人大暴走 當街把Toys打到血腱街頭 而其實超哥店裡頭 這個女店員 他是全程目睹 而且他自己也是實況主 是立刻開直播還原現場 表示其實Toys沒有還手 他雖然有上前要勸架 卻完全拉不住 直指自己的老闆超哥 動手打人就是不對 所以就在現實動態 PO出全黑底圖 寫下錯就是錯 並且火速提出離職 接下來看到這一幕 是台灣人的貼心 但老外不懂 外國人來台灣發現 男側女側不是就分男的女的上嗎 但是為什麼不管男女側 都會出現這種男生用的 小便斗 讓他感覺到很困惑 後來網友馬上跳出來說 其實這就是親子廁所 在台灣是很普遍的 女廁裡的小便斗 是要給跟媽媽一起進來的 小男孩用的 這樣媽媽就不用為了自己 跟小孩要連續跑兩趟廁所了 另外來看到入冬最強寒潮來襲 提醒你要注意保暖 而勞動部職安署也提醒 如果在戶外作業的勞工 像是從事營造工程 大樓外強清洗 廣告招牌吊掛 線路檢修 外送員 或是從事農漁業養殖的 雇主要確實做好 預寒保暖措施 譬如說要提醒勞工 穿著適當的防寒衣物 也要提供熱影 減少他們暴露在寒冷天氣中的時間 尤其要注意中高齡級 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員工 如果違反的話 雇主最高會被罰15萬元 恩